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的奥伊米亚康村庄 被誉为是全球最冷的城市 那里气温维持在零下30到40度 是家常便饭 跟北极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齐 随着北半球最近进入急冻世界 当地也创下了摄氏零下67度的超低温 如果你吐痰的话 那个痰味着地已经结冰 在户外自拍的话 睫毛也会结冰 挂满了许多小冰柱 冰封的北半球除了俄罗斯之外 其实其他国家也同样面对严寒带来的困扰 英国北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多地遭到暴雪侵袭 路上堆积的雪导致交通瘫痪 无法通车 受困的民众只能够无奈地坐在车里 等待当局派人来疏通道路 到了早上 当地交通堵塞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许多车辆依旧卡在车笼里头动弹不得 至于东欧国家波兰同样受到严寒影响 河面上结了一块块薄冰 路上也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导致当局需要动用多量的产雪机来帮忙轻走积雪 让交通恢复顺畅 另外当地的救援队伍还出动了气垫船 来搜寻是否有受害者埋在雪堆当中 镜头转到美国东岸 受冬季风暴再度降临的影响 纽约北卡罗莱纳和德州多地的路面 树枝车顶都因为严寒影响 覆盖着厚厚的雪 媒体估计有5700万人 将会受到这场暴风雪的影响 由于地面路滑造成了更多起的交通事故 不过即使天气再恶劣 还是有民众雪中作乐 开心的抛雪球 和滑雪窍